園警和监视人员来到山区 这间现场拉起封锁线 而在底下这一堆垃圾里头 居然有一具全裸的熔尸 用手电筒造势 身上有明显烧过的痕迹 这具尸体被上山赏萤火虫的民众 如果发现简直吓破胆 赶快报警 不过后来園警在一旁 发现有剧组丢弃的道具 才发现原来这一具尸体也是假的 做得超级逼真 连園警都以为发生了重大刑案 事发在12号晚上6点多 新北市三峡山区 这具熔尸双手被返绑 園警找来打捞垃圾的清洁人员询问 根据其他道具留下来的线索 发现原来是2020年拍摄的戏剧 谁是被害者所使用的道具熔尸 只会乱丢垃圾下怀路人 園警也将联系环保单位 查看是否是由外包的清洁公司处理 要查个数多时出